老友, 你有什麼事看不開? 我老婆有絕症, 醫生說幫不了我 你跳下去也幫不了 你幫到我嗎? 我用奇門遁甲, 我有信心幫到你 風水, 風水沒有科學根據 既然醫生也幫不了 為何你不用一些術術的方法去試試? 我呢? 都說醫生幫我不要了 你幫到我什麼? 神經病 真的嗎? 真的嗎? 太好了 神經病 你真的幫到我? 幫到 神經病 只要你肯相信, 奇門遁甲化劫擋殺 大家好, 我是琴唐派奇門遁甲的慶師傅 我本身精通奇門遁甲 而我的私成就在古代皇帝時代陰天鑑的祖師傳來 我這項行業已經接近十年了 這十年裡, 其實都有很多案例很深刻 在之前拍的影片裡, 其中一個故事 改編至真實故事 有一個客人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 她太太急性肺炎 醫生到晚上十一點多, 十二點跟她說 沒有了, 明早就準備了, 明早就走 她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真的很急 我立即開一本跟她說, 你家裏做甚麼 醫生晚上兩點鐘打給她, 跟她說要轉藥 她同意了 早上六點鐘的時候, 她太太是 可以不停地說話 因為之前那三天, 她只可以用眼睛斬蚊 來表示溝通 但是轉了藥, 出人血轉了藥之後 就可以好精神, 好快好翻出翻轉 這是其中一個很深刻的個案 我創立奇門遁甲, 其實是想用一個 正傳、正統的古術數 去幫一些, 在實際上 沒有甚麼方法, 已經去到 幫不到手了 找其他方法都幫不到手 我用古術數, 一個正法去幫人 因為奇門遁甲是可以有 它的鎮法, 或者出行缺 去將一些事情 慢慢慢慢地流轉 去到現在的年代 奇門遁甲其實不是大家 坊間想到 是觸情觸鬼, 飛天遁甲 其實不是這樣的 相傳來來是五千年的歷史 當時是去到我們熟悉的 朱古力年代, 他們用來打仗 因為打仗的時候都不知道 哪個方向, 哪個方位, 甚麼兵 怎樣打來 朱古力就是用奇門遁甲去預測 怎樣應付這些對手 去到現在的年代 譬如有些客人有些個案 是在實際層面做不到的事 譬如是病, 工作, 感情, 恩怨這些 可能已經去到很糟糕了 但用奇門遁甲是可以預測到 這件事為何發生 中間會怎樣, 結果會怎樣 我就因應奇門遁甲開出一個盤 用甚麼方法去將那件不好的事情 去剋舌 以及將各個客人本身 去增強他的魂勢 很簡單地說 譬如在牽掛上放陶金 即是放一個石春 或者一個陶瓷杯 放裡面放一杯硬幣 其實奇門遁甲的暴震 是很簡單 並不是想到很天花龍遁 當然是想繼續用奇門遁甲去幫人 多些人去認識奇門遁甲 令到多些人認識他 可以多些人用到他 更加多些人因為奇門遁甲而受惠 其實在我的認知來說 術數是真的 是真至是真是work的 尤其是古法的術數 是真的可以幫到人的 希望如果看到這條片的朋友 有緣份的話 可以找到一個真是幫到你的師父 請問一下 寶貝 請問一下 開箱 不願意 希望寶貝 先 開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